联邦移民部门在严厉追究非法偷渡儿童的家长,尤其是那些被遣返后重新偷渡回美,然后向偷渡集团付费,以便把他们的子女带进美国的人。 知情人士表示,这一行动是取缔非法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,以其产生贺阻作用,减少舌头收费的偷渡。 移民及海关执法局OIS人员说,已在美国的移民家庭成员为了安排境外的子女来美,而向偷渡集团付费,以便偷渡他们的现象很普遍。 许多小偷渡客一跨进美国边界,就像边界巡逻对自首,最终往往会被交给他们在美国的亲友。 移民执法部门希望,这一行动能吓阻和杜绝家长与亲友付费偷渡儿童的现象。 Ice已逮捕数百人,并把其中数十人交给司法部追究,包括多次偷渡美国后,再出钱让子女偷渡的人。 Ice人员说,儿童偷渡是严重的人道危机,为了让子女进入美国,那些向暴力犯罪组织付费,以便安排偷渡的人,是直接把儿童置于危险,他们将受到惩罚。 偷渡集团为了索取更多费用,部分偷渡儿童说,他们还被解为人事,或是受到强暴。 川普政府曾发誓,要追究把年幼子女带进美国的非法移民的责任。 政府人员今年初表示,奥巴马政府的宽松政策已经改变,无人陪伴的小偷渡客,今后将不再受到免于遣返的保护。